用录制去期,然后做完之后,记得这个程序 记得录制的时候给它一个名称,或者你后给没关系 然后再来录制完之后,工作表合并 记得最后加上注解,这个蛮重要的 我想注解,我刚刚是打1什么东西,2什么 最好反正你这个叙述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反正你自己看得懂为原则 录制完之后,这个注解是必要的 因为怕说将来,我常看到很多人录完之后就反正一大堆程式 然后也不加注解,到底录了什么自己也搞不清楚 每一行录下什么东西,其实都不知道 那最后当然你就没办法利用这些录下来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录下来之后,你加了注解,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你本来不会写的,你突然就会变会写了 怎么样选取那个工作表,怎么样选取某个储存格 怎么样Ctrl Shift向右向下,复制 切到第一季,然后再贴上 Ctrl向下,向下一列 这些其实刚刚,外面再包个回圈 最后再切回到A2,大概是这些 所以我们把它弄完之后,最后再清除 不过清除部分,你也可以录制聚集 像录制聚集,会录这么多 不过实际上,根本不太需要这么多 其实只要怎么样,用Range 给它一个范围,从A2,一直到E欄的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我这边习惯是从A1去向下追踪 追踪到它最下面是哪一列 后面再加上一个什么,点Clear Contents 点Clear Contents就是把里面内容给清空 所以我这边把它执行,清空了 然后如果要合并的话按下它,全部合并了 但是合并完之后,你会发现 第二个可能需要改进,因为其实写程式 当然你们刚开始会面临到很多,可能写完了 但是好像还有些地方还要再改 所以程式有的时候需要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蛮花时间的 尤其是有些地方假如你不太会改的话 那会花更多时间 当然有些东西设计,程式设计就是困难点就在这里 有些东西,如果像我有些东西没跟你们讲 我发现好像有些同学就不会写 可是有些没办法 因为这东西其实你还是要试着自己 看用什么方式可以找到答案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东西 可能,不过有些东西其实也是还蛮容易知道说 该怎么去找到这个答案 我想这个,那细节当然我会尽可能把 可能你们会遇到的问题尽可能帮各位解决 但是有些地方实在是不行的话 恐怕你还是要动一点脑筋吧 我发现大致上应该都有 可是小部分没有的话,还是要动动脑筋 比如说像待会的问题,日期 像这个是1到30 那如果我今天第一个假设 第一个,我希望当我在输出的时候 顺便在这个前面加上1,就是工作表的名称 OK,所以我要怎么知道工作表名称怎么取得 那其实在工作表你在切换的时候 你只要在SHITS,哪一个工作表 后面点什么 把这个,这个是slate的选取 你可以把它点Name就可以了 点Name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工作表 它的名称叫什么 那你可以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把它串到它的前面 加一个几月几日 OK,那假设 我如果希望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子 有点像类似各位看到 工作表合并 增加月份这个程序 你还要去执行过 假设,第一个 我希望做完类似像这样子 那请问 该如何修改呢 其实关键在这里 你在想说 那什么时候 应该去做修改的动作呢 这个当然 比如说假设我一样清楚 那当然你可以去思考的时候 习惯上是这样 找到可能的地方 也许在贴上的地方 设个中断点 然后让它跑 假设你贴上了 贴上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要往下跑 再向下一列 那就过了 所以是不是贴上的同时呢 顺便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做一件事 把它修改一下 修改的方式就是说 把里面的DA栏的资料 先抓出来 然后做什么呢 前面补一个呢 它的工作表名称 后面呢再补一个日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我只有做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一把这个范围的程序 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贴上 然后名称 我后面加一个底线 增加月份 那关键在哪里 其实贴上之后 我只有在贴上的这个地方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回圈 那回圈 因为呢上面 已经有加一个for i了 所以我这边改一个 这个变数名称for追 追 追的话呢 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要做什么呢 我先判断一下 因为呢 这里面的日期的字数 一定不会怎么样 一定最多几个字呢 各位 再来就是最多到30 那就两位数 所以呢 我判断一下 如果字串长度 诶 字串长度 小于3的时候 那我才去处理 处理什么呢 处理就是说 把那个A栏里面的资料 等于什么呢 它的工作表名称 和它现在里面原来的资料 再加一个字 OK 那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你需要做这个判断呢 因为 假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停在 这边好了 OK 执行 1月份已经贴上了 然后它再往下 再下一列 OK 其实 把它卷下 它停在这里 那 可是呢 接下来呢 它NAS 会做什么呢 其实再变2月 2月切过去 然后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复制 切回到第一季 贴上 贴上的时候呢 一样 从 不过我这边 你会发现我还是从2开始 反正呢 一律都从2开始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比较简单 那我还要去算说 它现在 跑到 哪一个位置 太麻烦了 后来我发现算了 我看这从头 早起 那什么时候会处理 如果 它的那个 长度 小于3 那你想说 什么时候会小于3 就是当它没有处理 因为处理过的话 一定是1 1 2 3 4 5 最少一定是 如果是个位数是4个字 如果最多5个字 那表示它就跳过了 所以它不会处理 直到什么呢 直到 它是跑到什么呢 跑到这个锥 等于塞所有的时候 就这个 它才去做什么 修改 有没有 2月1号 OK 那全部跑完 这个把它中断点拿掉 OK 全部执行的 对 那再往下 下一个的话 就是3月 那3月基本上 我们一样把它复制 贴过去的时候 那一样3月份 你会发现这些已经都做过了 它就会跳过了 剩3月的 所以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剩下的东西呢 全部都把它 执行过 那就3月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是增加那个月份的部分 第二阶段 可是这个做完之后 你刚刚讲的 好像 其实本来是写到这里为止 后来就有同学又问了说 老师那这个一般我们工作上 日期通常会给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后来我想也对 那可是问题又来了 怎么改 对不对 谁去改 你们改吗 那当然你们改不出来 那只有我改 那所以呢 后面呢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出 再把它修正 所以第三个版本就是 就是标准格式的版本 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增加月份的程式 我已经把它贴到 然后一样是云端上面 这边吧 我们的这个底下 会有 反正你们找一下 我是按照顺序放 就是第一个是录制聚集 这个是第一段的程式 第一段刚刚写 第二段是清除 然后 然后再来处理月份的问题 那我是这一段 就是刮起来 那程式就在这里 可以自己再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 你的程式里面 或者最好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可以把它输入 当然是最好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